好 还是快速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内容 看看内容怎么样 昨天是周一 今天周二 昨天第一天 一周的第一节课 快速回顾一下 今天不是昆昆的复习课 是根根的正课 那第一个扣押扣留 远离不再保持 不再保持它 叫做禁止 禁绝 放弃 不好好维护 maintain叫维持维护 那这就不维护它 就贬低贬损 贬低 pertain to pertinent 一直这东西都是你保持的 叫属于你的 关于属于 那这个叫相关的 相关的 pertinent是重点 它的反义词叫无关 叫impertinent contain 就把它维持住 一直住 保持住自己的情感 叫依据 contain 叫依据的意思 confine还是限制 扣留限制的意思 smear 然后下一个词叫做smart 和smurch 想想smoke 能够smoke这句吧 有烟有泥 这叫弄脏 玷污 弄脏 玷污 smurch 也是这个意思 smear 是它的前半截 一般强能是用油 用湿的东西弄脏 或者用油彩一抹 油彩就抹 这个叫做smear smurch smurch 好 看下面下一个 taboo taboo 他不能做 这叫禁止 taboo 是禁止 prohibit 还是禁止 前方pro 两个都是pro开头的 两个禁止 前方写明 看一个圈 前方 前面挂一盘 这不能走了 看前面写了 对吧 这种感觉 看前面写了 不能走了 禁止 proscribe prohibit interdict 还是禁止的意思 好 这边第一个 叫做smutter 看这图片 就能明白 叫做闷死 是窒息 抽壳 也叫是窒息 但不要忘了 他除了表示窒息 还有什么意思 也表示抑制的意思 是吧 抑制 抑制 限制住这样 那个概念 throttle 掐住喉咙 是窒息 是上不来气 suffocate 连向下 是闷死 窒息 stifle 也是这个意思 stifle suffocate 好 这边第一个 叫slay 死泪 杀死 slay slew sling 笑死了 是屠杀 或屠宰的意思 大量的死在 一亩地里 大屠杀 用绳 strangle string过来的 用绳子 叫做 lase smother 刚才说了 电 给电死 electrocute 电行 出电什么 电死 下一个原词 叫做assassinate 在屁股后面 给两道 就刺杀 暗杀 看这图片 就能反映了 什么叫 刺死 同死 stab somebody to death 这表 大家可以记一下 stab somebody today 叫某人 同死 piers 刺穿 impale 用棍子 捅进去 用杆子 直接捅到腿里去了 那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刺穿 用力气的刺穿 下一次 叫做 sp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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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这个意思 第二个叫刺穿的意思 刺穿 还有猛增 干死他 叫土匪 bandit 杠 一帮人 其实我们所说的帮派团伙的感觉 bandit 土匪流氓 brigant 也是 desperado 叫亡命之徒 绝望的人 完全绝望 不顾一切的人 亡命之徒 下一次 utlaw 叫做 什么呀 逍遥法外的人 对 逍遥法外的人 好 larceny larceny 看看叫做什么 steal 对不对 偷窃 盗窃 stealing 盗窃罪 burglar burglar就是breklar breklar breklar 打破窗子盗窃 叫入师行窃 入师行窃 pleasurism 表示的意思叫做剽窃 叫做剽窃 现在复习的 同学们 现在复习呢 开始上了 arsen 表示的意思叫做 看这图片就能反正 总能想来 看图片就更能想起来了 ash 想想他 燃烧起来 叫纵火 other就是燃烧般的热情 热情的 纵火饭 叫纵火饭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词 来看一下这三个单词 来的同学给他补一下 第一单词叫做cremate 这叫做焚烧 对不对 这叫做纵火 纵火的意思 那这单词叫什么 叫做火化 这咱们学这个殡葬专业的同学 看有没有 我昨天在微博上还看到了 那殡葬专业 刚到大一 刚入学 全被签约走了 本科一毕业 就一月六千 六千起 本科一毕业 就六千起 殡葬专业的 所以这就是 稀缺人才 这个cremate 知道一下 叫做火葬 叫做火葬 把这个词认识 现在也是 它并不是生活当中 常说的词 但还是了解一下 叫做cremate 叫做火葬 动词是几乎动词 cremate somebody 叫某人火葬了 直接用就行了 这里就是把谁给火葬了 有一个词 叫什么来的 是不是叫做mate 对不对 mate 就伙伴 把伙伴给同伴 最后火葬了 cinder这个叫什么呢 咱们有没有知道一个小故事 叫做cinderella 女同学听过这个词吗 cinderella 叫什么 叫灰姑娘 是吧 cinderella cinderella 灰姑娘这词 灰姑娘现在看出来了 留点个灰 到十二点万念俱灰 你看它用哪个词翻呢 它用这个词翻呢 叫灰姑娘 是用这个灰 它没说灰 它没说灰姑娘 你叫灰姑娘 这就不行了 你叫灰手的姑娘 这大半夜在马路上 灰手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 所以你看它这个cinder 它也用这个词来翻的 灰进这个单词 它用的是灰进这个单词来翻的 cinderella 那cinder要叫灰进 这叫做始成为灰 它把那个字母D给脱了掉了 去掉了 那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烧成灰 就是burn into ashes 把什么东西给burn into ash 把什么东西给烧成灰 把这两个烧的词 我们在这边补充一下 来复习的同学记住 第一个叫cremate 记上 火化火葬 叫某人火化火葬 第二个是把东西烧成灰 通过灰姑娘的灰学机 是成为灰烬 叫烧成灰 incinerate incinerate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边第一个 applentive 一起投诉的 这是投诉的人是原告 防守的是被告 都是动词 焚烧两个都是动词 那个cinder是名词 好 看下面下一个admonish 通过班长去 班长起的什么作用 叫警告你 警告 之前发出预警 叫做预感 不好事情的预感 premonish 提前警告 预先警告 summon叫做传唤 叫做传唤 你叫forwan也是 wan叫警告 forwan也叫做预先警告 也是预先 所以这样的一种警告的意思 之前警告还是警告 forwan 把他记下来 好 这边第一个叫做 absin 这图片都能讲不开入幕的景象 他露个屁股 不开入幕叫淫灰 下流露的露点的 叫做很放荡的 淫灰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salacious 也是好色的 他跟sagacious放到一起 知识分子是瑞智 另外salacious 好色 隐慧好色 prurant 看一个人撒尿的 prurant urine 在前面偷看你小片 这个人也是好色的 隐慧 wantan 叫做放纵 对不对 还想淫荡的 荡妇就是他 wantan erotic来自于爱神 eros 叫做性欲的 引起性欲的挑逗的 erotic orgy 叫做聚众淫乱 promiscuous 还是叫淫乱的 混杂在一起 男男女女很多人都混一块了 那淫乱 Ramage 在房间里看着图片都明白干嘛 翻找翻寻 翻找翻寻 frisk somebody down 就叫soul shen sour did 看看 the dirty 做得很soul 昨天我看有同学 把笔记晒一晒一下 还挺好的 因为大家晒晒笔记 回想看别人怎么记的笔记 明白了吧 看看自己都怎么记的 是不是把单词意思就写上完了 那不行 那不是几笔记的 那练书法呢 我都说了写英文 写词性 然后写它简单的技法就行 简单的技法 你看这个技法能想起来怎么讲的 而不要把汉语意思都写 你汉语书上都有 你不用写汉语意思 squally的叫做肮脏 想想章鱼那个词 叫做squid filthy 还是肮脏的 脏东西 scour 我们去搜寻搜查 彻底搜查 叫做scour the area this area scour 出去是侦查 出去侦查是通子军这侦查 出去的是侦查 下一个词叫做scrub 表示的意思叫做用力刷洗 detention center 叫做少门所 在感化院 青少年的感化院 最后一个叫做 juvenile delinquency 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 juvenile delinquency 那这个rejuvenate 可能想起来什么意思吧 再一次 变得青少年的感觉 烦恼还童 恢复活力 是一个人烦恼还童的感觉 昨天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刚报名的同学 跟着这些听 然后一定要把 之前的课尽快补上 特别是第一节课 你把第一节课听 因为第一节课反复强的 这个笔记该怎么做 该怎么去复习 这些细节性 在第一节课说了很多 昨天记得最好 因为这是第一周的第一天 今天是 这一周的第一天 今天星期二 希望还是能加油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一会儿六分钟 五分钟之后 咱们起点再准时 第一次能送到我的视频 看一下一切是不正常 一切正常 好 没问题是吧 那 今天我们第十四节课 来坚持的同学还是那些 是吧 不来的照样不来 不来的照样不来 坚持的还在坚持 大家现阶段 还是要坚持把这个词汇更好 然后定期的 比如说一到周末的时候 可以尝试把前面的内容 再次反复滚动滚动 明白了吧 把前面多讲 再次提醒同学们 万词万反复强调 大家要去讲单词 不要背单词 背单词背不起来太多 都去讲 反复讲 我怎么讲呢 给自己讲两遍 明白了吧 每到周末 就把这一个礼拜的回顾回顾 每到一到周末 就把这个礼拜的回顾回顾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来第一个单词 叫做Sensure 读一下 Sensure 这是干嘛 指着你嘛 指责 对不对 指责责难 好 把下面这几个词 跟老师写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Sensure 第三个叫Sensus 最后一个字叫做Consensus 这四个有点行进 这四个词有点行进 就在这 把他们四个 跟老师写一下 不要写汉语意思 听懂了吗 跟不上的话 慢一点 但是不要写汉 你写汉语意思肯定跟不上 不要写音标 不要写汉语意思 飞飞注意 不要写音标 不要写汉语意思 你就把单词快速写下来 好 那看第一个单词 叫Censure Censure首先注意它是极物动词 等于我们在以前学过比较基础的词汇 就是blame这个单词 你看到吗 它的用法也是这样的 叫做Censure somebody 什么呀 for something 就是它的一个用法 比如造一个句子 说He was censured for leaking information to the press He was censured for leaking information to the press 他因为消息泄露给媒体而受到什么呢 受到指责谴责 受到指责谴责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Censure 这个叫做Censure 它其实跟下面这几个词都是一加二的 你看第二个单词叫做Censure和Census 这三个先放在一块 指责一个人 你看他起到他发出这样一个动作 CensorOR表什么的 其实就是提出指责的人 这叫什么呢 叫做审查员 他注意啊 一般多指电影啊 书籍的这种 比如说你要在广电总局工作 电影上映之前 就得看看 这句话不行啊 这个有煽动年轻人闹事的这种趋势 不行 这句话反政府啊 这句话有点色情 你干这活的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Censure 你都通过Sense去记 你就通过Sense去记就行了 你看看啊 能够意识到一些事情的一些人 凭意识做事的人 叫审查员 当年Google退出中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审查制度嘛 他不能听从这个特点 Google他可能 美国企业可能还是有点那个什么 是吧 这个叫做审查制度 用的就是他 以前六阶考过类似的文章 Censure叫审查员 动词是审查 那这里边 Censorship叫做 审查制度 叫做审查制度 Censorship 这个知道一下 说审查员 严厉谴责 人口普查 这个词呢 看为什么叫共识一致 我们感觉共同 看 COM表示共同吗 我们感觉相同 看出来吗 我们的感觉相同 我们的感觉都一样 咱们所有同学都觉得 这道题选择A 那这个大家就达成了一个什么呢 同一词就是我们说叫做Agreement 就是Agreement Consensus 这个之前咱们已经讲过了 好了 旁边寄成一句话串击到一起 你就记住啊 叫做审查员 串击成一句话 严厉 讲一讲 谴责 严厉谴责 人口普查上的遗致 串成一句话去记 审查员严厉谴责 人口普查上的遗致 记住这句话 哪个是审查员 OR 人结尾 看到没有 这个OR 这个人 这个审查员 动词就是审查 严厉谴责 确定了 确实有问题 确定之后 叫做谴责 人口普查 Census 我们结尾 us结尾的人口普查 最后一个共识 CUN开启 共同的感觉 这个叫共识 审查员 严厉谴责 人口普查的一句 Censor Censure Census 还有Consensus 把这四个放到一块 好 下面这几个词呢 都含有表示斥责 谴责的意思 那RE这两个词 是咱们以前讲过了 是在我们班说的 reproach reproof 是在我们班讲的不 讲过了 看 这是不接近 举反证 这些已经说过了 好了 那前面这两个 我说一下 前两个 也不算特别难 属于中等词 六级托弗亚斯 里面的词 Scult 他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呢 叫做斥责 他一般强调的是 训斥宛 就比你小的 比如当年 你哥 损你 能理解吧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 什么呀 叫做 Scult 你通过冷去记 冷冷斥责 冷冷斥责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的地方会说 你赶紧给我背 就这种很冷的感觉 这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叫做 Scult 通过冷去记 冷冷的 这种感觉 下一个词叫 condem condem 咱们看美剧当中 有听过这个词吗 叫做dammit 叫dammit 是不是叫该死的 他妈的 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靠 你看这是 他一般强调什么样的谴责 一般多指什么呢 就是officials 官方上的 明白了吧 他一般强调的都是这种 官方的斥责 很正式的 咱经常在新闻当中听到吧 说中方严厉谴责 美方的这种单边行径 和 伪民主的 言辞与做法 这种感觉 这叫做condem 所以把这两个记下来 第一个就是 冷冷斥责 code 第二个 damm damm it 就看美剧能听到 就一起去骂人 他妈的 这叫做 官方正式的谴责 sensure也是 它也是一个正式用词 就是formal formal use 其实也是blame 跟blame这样的词是同意的 审查员严厉谴责 人口复杀的一致 把这篇的六个词记下来 好 我们继续 下来看下边 下一个词叫做audacity audacity 把这词记下来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大胆无耻 叫做大胆无耻 下面这个词呢 形容词叫做audacious audacity audacity audacious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写中词 然后下边 表示大胆无耻 后颜无耻的词 还有谁呢 叫bare-faced daring temerity 还有precipitation 写完之后打一下 不要写汉语意思 还是写词性 和单词就行 然后说一说 它的技法 看看audacious audacious audacity 下边叫bare-faced bare-faced temerity precipitation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词 audacity 刚才说到了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鲁莽 或者是大胆 就是一个人 也形容一个人 很无理的感觉 叫做brave but rude 你看能听懂 它的英文解释吧 叫brave courigious but rude 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or shocking behavior 就是胆很大 但是很无理 就是 嘿 你这兔崽子 你敢说这样的话 这种感觉 能理解吧 胆大 又觉得很鲁莽 很粗鲁 这种感觉 比如造一个句子 说 he had the audacity to say I was too fat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注意它的一个用法 看它的名词的用法 叫做 he had the audacity to say I was too fat 他竟然敢说 我太胖 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他这小子感觉 敢说我太胖 这个叫做 have audacity to do something 叫做 大胆无理的 去做某事 大胆无理的 很放肆的 很鲁莽的 去做 这个词根 就要通过词根器 稍微比较难记一点 就这个aud 这里面呢 你要看这个词根字典 它给你解释 它这个词根本身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增加有关 它是跟增加 啊 aug和aud啊 这两个词根 都是跟增加有关 表示跟增加相关 这它讲的就是 不断增加 就是胆嘛 胆量不断的增加 A16表什么什么东西很多 什么什么东西很多的 啊 就是胆量增加 这个叫做 大胆 大胆无耻 大胆鲁莽 这样翻都行 这个意思离它稍微有点远了 比较难记 所以建议大家通过一个 短语 或通过一个 短语去记 have audacity have the audacity to do something 啊 那audacious 是它的形容词 比如说一个大胆的决定 你可以叫什么叫 an audacious decision 你看 你可以写个短语 an audacious 直接写出来就行了 对吧 decision 一个很大胆的 啊 很大胆的决定 啊 很大胆的决定 你可以用到这个单词 好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bear faced bear faced表示的意思 形容一个人叫做厚颜无耻 bear表示什么意思 bear咱们都知道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光秃秃的赤裸子 咱们学过很少 barely 形容这个词吧 是不是叫几乎步啊 对不对 bear barely裸露的啊 什么东西裸露 叫做脸 是不是啊 脸裸露的感觉 知道懂了吧 那这叫什么呢 叫做不要脸 把脸完全露出来 露个脸啊 完全不戴面具的感觉 所以他是隐身为叫什么呢 其中一个人呢 把脸完全裸露出来 就是一种很公然的 完全不戴面具 把口罩拆掉了 很公然的感觉 那这个隐身为叫什么呢 叫做无耻 对不对 公然的 或叫厚颜无耻的 公然的 厚颜无耻的 比如说 a bare faced lie 就是一个很无耻的谎言 很公然的这种撒谎 完全脸都露出来的去撒谎 那叫做公然无耻 公然无耻 下一个单词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四级词汇的遍体 能看出来吧 是不是来自那个dare那个单词 dare是不是叫做感觉 dare to do something 当年长者说过 是吧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but I dare to say 看过当年的视频 是吧 就长者去美国的时候呢 就说 dare to do something 敢于去做某事 那这个不是darling 不知道长者是谁 就不需要知道 无需知道 是不是 不要瞎写 我跟你说 不要瞎写 平台疯了 我跟你说 钱都退不出去 你就赔死了 就刚上了十四节课 平台就被疯了 不要瞎说 他不要跟谁搞混 不要跟darling搞混 明白了吧 不要跟darling搞混 darling是什么 是亲爱的 是吧 这是daring 你把这个dare写旁边 dare就是四级里的 高中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dare to do something 叫做敢于做某事 敢于做某事 好 下边 下一个词 叫做temerity temerity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的意思 这是一个名词 这是名词 词性写出来了 也叫做鲁莽满勇 鲁莽满勇 他跟audacity同一词 也是这样去使用 have the temerity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he had the temerity to call me a liar 对不对 他竟敢说 他竟然冒失地说 我是 是个骗子 是吧 call me a liar 这个叫做 temerity 叫做鲁莽 很冒失地做某事 鲁莽 这是一个留学的词汇 他这个单词 跟谁放到一块去记 跟那个 看 放到他 放到一块去 tempere 就把这个 轻浑音给去掉了 你看 temerity tempereity 一个人啊 很有脾气 这个叫做 冒失 冒失鲁莽 tempereity 通过temper去记 一个人很有脾气的人 鲁莽 冒失 temper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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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轻微音去掉 tempereity 好 最后一个难 最后一个比较难 这个咱们要是学什么 气象专业的 看看 就知道 它表示降水量 咱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 知道一下 它有降水量 这个是最常用的 在生活当中 比较常见的 这个表达 那它还第二个意思 也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鲁莽 或者叫做轻率 后进教设的45页 刚进教设的同学 45页 降水量 鲁莽 叫做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 auda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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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ision 一个很大的鲁莽的决定 那audacity 那这个叫做 大胆无耻 看一看 大胆 无耻 你记不住 你通过联想记忆 大城市 胆大的人 才敢去大城市 胆小的 不太敢去 audacity 想想 能来北上广闯的人 这都得是 胆量大的 胆量大的人 通过一个联想拆文记忆 也行 大城市的人 去大城市闯的人 都是胆很大 下一个 光着脸 这有点不要脸的感觉 无耻 无耻的 公然的 daring来自于 敢于 大胆 鲁莽 temerity 脑子里想 temper 有脾气的人 叫做鲁莽 鲁莽的 最后一个降水量 precipitation 这个其实后面 也会讲到 它的词根 它实际上来自于谁 是来自 悬崖 那个单词 降水突降 悬崖的特点 是突然间掉下来了 就是 咱们跳过 悬崖的东西 我给你 从上往下降的感觉 降水 就是一种 快速突降 突然下降 有这样的一层含义 那也是 隐身 要什么呢 叫做 你想想上悬崖的人 叫做 轻率鲁莽 往悬崖边上走 这样的人 轻率鲁莽的 precipitation 这以后 这以后会再讲一次 还会再讲 你看上了悬崖 这个人 看是不是胆子挺大的 这以后去美国 大峡谷 你也能看到 那大峡谷 有的地方非常危险 外国人就往上走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中国人 不太敢 不太敢去了 外国人 以后 胆子挺大的 好了 那我们看看 这两个单词 来第一个 叫做 We could accept a censure solution passed by the senate 他们会接受 由参议院通过的 公开谴责的 一个什么呢 谴责的决议 这个sensure 记住那句话 哪句话 叫做 审查员 谴责 人口普查上的 一致 能记得这句话吗 审查员 对吧 sensor 谴责 sensure 人口普查上的 sensure 一致 这几个 像sensure 这样子的一些 口语也是他 所以他还是会说 如果你学什么 出版相关的 发行的 以后干这活了 跟媒体相关的 知道这个审查制度 还是会说一下 然后下一个词 叫做 audacity 你看这里面 例句当中 是不是也这样去用 对不对 是不是也这样用 他大胆的行驶 他敢于去行驶 怎么样 这个 西弗吉尼亚州 宪法赋予他的 权利 叫做 had audacity to 或者叫什么 had timurity to 这俩一样放到一块去 去记 audacity to timurity to 好 看下边 下一组次来第一个 confide 把这字写下来 别困啊 hello 不要困啊 看这个图片啊 就能明白了 干嘛呢 土露心事 我喜欢你 是这种感觉吧 叫做 confide confident perfidy perfidy diffident infidelity 和fidelity fidelity 好 写完之后打一下 e 写完之后打一下 e 土露心事 把这一字写下来 第一个 confide 显然东西读一读啊 confide 第二个 叫做 confident 大家想想 自信那词怎么写的 跟他还不太一样 跟他确实还不太一样 下一个叫做 perfidy diffident 叫做infidelity 还有叫做什么 fidelity 首先看一下这个词根 FID 这个词根 这个词根是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相信有关 大家以前学过一个词叫自信 这个词根不难记 实话啊 它不难记的 你通过自信心这个词去记就很好 confidence嘛 就是叫自信嘛 还是跟相信有关 faith呢 叫信念信仰 对不对 信念你也是来自于faith 因为th和思是一样的 这思和d是一样的 它俩是同根的 feed和faith 是同根的 都是跟相信 你把那个自信那个词写旁边 自信那个词写旁边 所以你写到旁边之后呢 confident 对吧 这是自信嘛 有信心的感觉 那这个动词来讲 第一层 第一层含义 就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表示 叫做信任或者是相信 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叫做相信 信任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第二层意思呢 这是常用意思 trust 第二层意思表示就是土露心事 一般会接的是 something to somebody 比如说 举个例子明白了 说 she confided all her secrets to her best friend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she confided all her secrets to her best friend 他把他的这个 所有的秘密啊 都清土给他最好的朋友 就这个意思 他有的时候 急误动词也行 急误动词就这样去用啊 不急误动词 就直接接to 就直接接to confided to me 能理解吧 he confided to me that 他向我透露 向我吐露心事 后面一边接的是to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你看 是倾诉给你最信任的人 但是 还是不要说那么多 是吧 说那么多 其实 万一等哪天翻脸了 就完了 是不是 万一等哪天 一旦翻脸就完了啊 所以就是还是少说多做 对不对 少说多做啊 这是最好的 可以通过自信心举计啊 第一个是信任 第二个呢 把一些事情信任给某人 就是吐露给某人啊 是吧 吐露给某人啊 好 看下边啊 下一个就是 反正我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啊 他不 我至少我不认为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他 他们经常会把一些事 什么动不动 就是挨哥 我跟你说件事 就经常会把一些秘密 都都跟我去讲 我就说 哎呦 我等哪天我要被灭口 都不知道被谁灭的都 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但别人有时问我的时候 就是一律都是回答不知道 要么你问他吧 跟我没关系 因为 好像大家问我什么事 我基本都是回答这几个 这几个表达 不知道 你问他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 反正我一般都是这三句话 基本都是这三句话 第二个单词啊 这个词跟那个 自信心那个单词 其实还是比较像的 那个有信 自信心那是ent吧 知道他吧 confident 对吧 这个是ant结尾 所以你记住老师姐 叫你信任的人 confident 这是你信任的人 还是跟信有关 是不是跟相信有关吗 信任的人 这就是你的知己密友 intimate friends 对不对 你看你有没有啊 人生活了二十多年了 如果你一个知己密友都没有 那是不是得反思一下 是不是原来因为词乎量太低 导致的啊 叫做 confident confident 好 下一个词叫perfidy 大家还记得这个per 这个前缀表是什么意思吗 它其中的一层含义 咱们说过 是不是表示away啊 叫远离啊 所以叫做 老师的解释看 叫做背离信任 那就是远离信任 这人呢 没法信任 叫做背信弃义 叫做背信弃义不忠 叫perfidy 它的形容词呢 叫什么呢 叫做perfidious 写旁边了啊 形容词在这里 perfidy 远离信任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背信弃义不忠 这是一个贬义词啊 非常重要 这形容一个人品行的 品德的啊 远离了信任 你记这个词的时候 脑子里一定要时时刻刻想 confident 那个相信 你看 这是相信的人 相信 不相信 看见没 好看这个男词叫dividend 考试的时候巨龙巨龙擦亮眼 千万别给我看成了different 听听没 千万别给我看成了不同啊 这个词读成dividend 把它正好跟谁写在一起 他俩反应词吧 他不跟commit上外 一个是自信 就是dif是来自d次的变形 比方否定 就是没有自信 就是没有自信 一个是自信 一个是缺乏自信 自信和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的人 建议你去大城市走一走 就是你会发现 就像我之前跟同学们讲的那样 我喜欢纽约 喜欢东京 喜欢北京 上海 就因为你走在马路上 没有人care你 就没有人会看你长得七星怪状 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对吧 你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存在 所以你就在那个地方 就会觉得非常自信 你记住了 你不要去那种小 城市越小 大家就那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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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都这种感觉 明白了吧 大城市的包容性极强 它冷漠 但包容性强 就你根本 你也不用在意别人 别人也根本不在意你 对吧 根本也不在意你 所以还是 你如果缺乏自信的时候 就去大城市走一走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 就去大城市走一走 去东京 去纽约 对吧 你会觉得挺好的 在这谁也不认识你 然后 你也不用在意你 他别人 去怎么去考虑这事了 他也不用在意你是谁 挺好的 是吧 下一个 叫infidelity 他和fidelity这俩是一对 当然这俩是一对 fidelity叫做忠诚 其实就是相信 就是一种faith 看清楚了吧 就是faith 一种信念 信任 叫做忠诚 in表示否定 就是不忠 还是不忠 跟上面就同一词 perfectly 好了 把这五个单词来过一下 第一个 confide to 吐露心事 相信一个人 把你的秘密 相信这个人 吐露给他 confide to somebody that 第二个 信任的人 叫知己命 远离信任 悲心欺义 不自信的 confident difident 重复这句话 confident difident 不自信 infidelity 不相信 叫不忠 不忠 最后一个词 这个忠诚 忠和不忠 fidelity infidelity 好 继续看下边 下一组 好了 你看这三个人在那干嘛呢 去去去去 是吧 在那里 勾结 串通 读一读啊 第一个 叫做 conspire 把这组词写下来 把这组词写下来 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expire expire 下一个词 叫做 perspire 后面都一样 对 我这说的时候 这个就赶快就写出来 下一个词叫做 respir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 suspire transpire 这几个spire 我们放到一起 好 然后下面有两个同一词 一个叫做 knive 一个叫做 collud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根 还是先把这个词根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词根看一下 spire这个词根 它本身跟什么有关呢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 喘气呼吸 它是跟 喘气呼吸有关 大家以前学过 最简单的词 在这个词根底下 叫做spirit 这个单词 看一下 有见过吗 叫做spirit 叫做spirit 看一下 叫做什么呢 我们所说叫做精神 对不对 叫做精神 我们常说 这小伙子有精气神 比如看根哥 现在他有精神 对吧 有精气神 这有气 比如说我没气了 比如说我今天上了一天课 到现在没劲了 我们看这词吧 有气无力的感觉 那这就没气 有气是有精神 所以先把这个词根 给他理解 表示breath 呼吸喘气 那这单词怎么喘气 看 是不是我们说叫做 一起喘气 C文表示共同一起 所以你看他的意就是 串通一气 就说什么 好歇一气 是吧 串通一气 串通一气 一起喘气 就是勾结 他的用法 conspire with somebody 这样去使用 跟某人勾结 传统 就叫这种 这种感觉 两个人一起 串通一气了 同呼吸共闭 下一个单词 叫做aspire 加油 A在此处表示加强 他后面一边会写to aspire to something 渴望得到什么东西 对什么充满了渴望 他讲的就是 看这个东西怎么样 深呼吸一口 即使想得到 比如说女同学 你看到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 看到一个LV的首发款 你是这种 哎呦我的天啊 是这种感觉吧 加强呼吸 呼吸加快 就特别渴望他 比如说这个男生 你看到一个长腿美女 是不是也是呼吸加快 就加强呼吸 就是 这种感觉能力吧 叫做加强呼吸 就是渴望得到 渴望得到 aspire to something aspire to 他的名词呢 其实他们都一样 就是aspiration 注意啊 我不全写 就去看看他 他的名词aspiration 看一下他 好 下一个词 expire expire 名叫断气 EX往哪断 往哪糊啊 就往外啊 就往外 就是断气 你看电视里 眼睛灰光返照 是吧 临死之前 这气得吐出去 就是你们要被单 对吧 把这个气吐完 就断气了 把气吐出去 断气 那断气呢 其实表示人死亡了 就是死亡 那第二个呢 也可以引申为什么 就是我们说 阳寿已尽 咱们说一个东西 对吧 那这比如 这个凤梨罐头 保质期三个月 那这个寿命已经到了 所以叫做产品的到期 能力吧 东西的保质期的到期 期满 任期的期满 或产品的到期 都可以用到他 都可以用到他 对吧 所以先记第一个意思 断气嘛 这东西到期了 我们阳寿已到 对吧 你看那新白灵子传奇 怎么的 咔 那一整 对吧 寿命已然到期 黑白无常就来了 那第二个表示东西的到期 也是他 下一个单词叫perspire perspire这个per表什么呢 表示through 这里边取这个意思了 因为他叫流汗嘛 写上同一词就行 同一词就是sweat sweat学过这词吗 说what's this it's a sweater 对不对 what's that that's a sweater 毛衣嘛 穿毛衣就出汗 在家里 有时候现在我们家 快30度 就是特别热 你穿毛衣就出汗 这个per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透了 就呼吸透了 咱们争过桑拿的同学 都应该知道 咱们说这个毛孔 一旦透了 就怎么在张开 你想一想 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 那这时候就开始出汗 叫做出汗 记住了 对不对 出汗 记住 每一个毛孔都透了 透气了 咱们女同学 做spa的时候也知道 是吧 叫做流汗出汗 写上同一词 就是sweat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respire RE这里边就取的是再一次 再次呼吸 意思没变 再呼吸还是呼吸 这学一的注意一下就行了 比较正式的用词 叫做respire 对不对 respire 我们常说他叫做respiration 就是名词 我们呼吸作用 对吧 我们说respiratory 呼吸的 我们说呼吸系统 你叫respiratory system respiration 呼吸作用 呼吸的 respire 它的衍生就后水变 后水变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叫做respire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saspire saspire往哪 往哪呼吸 往哪呼吸 往下呼吸 对不对 那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叹气 就是sas 又没过 是这种感觉吧 往下 这个叫做叹气 叫做sub的变形 sus注意一下 是sub的变形 表示向下 对不对 向下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transpire 表示的意思叫做泄漏 trans表示的意思叫做 从一边到另一边 from to 从这边吹到这边 把这事从这边吹到那边了 这个叫怎么呢 叫做泄漏一些事情 泄漏 叫做transpire 好了 那把这几个词 跟老师过一下 把它挡住 这些词肯定就是 还是要通过什么去判断 还是得通过 前缀去区别 一起喘气讲一遍 叫conspire 大家串通一气 conspire with somebody aspire 加强呼吸就是 渴望 渴望 expire 断气 断气到气 perspire 每一个毛孔 pr表示美 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 那这个叫什么 叫做出汗 再次呼吸 还是呼吸 往下呼吸 叹气 transpire 泄漏 叫做泄漏 好 那我们来看表示 勾结串通的同一词 勾结串通的同一词 那有一个我们在四级和高中学过的一个词 叫做合作那个词 来看记不记得他 不认识就写上 没事 大学四级的词 高中里面也有他 这有见过吗 你看大家一起去labor叫劳动 一起劳动 合作 第二个也引申为我们叫做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勾结 也有这个意思 勾结 好了 你看那几个勾结的词 你发现没有 勾结都是什么特点 都是怎么怎么勾结 说一起啊 第二个词 大家学过吗 kallude lude这个词 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来回忆一下 他表示to play 是不是表演呢 演戏这个词 我说你俩一起 你俩就跟我演戏吧 一天你俩 你俩就跟我装吧 想起来这词了吗 一起演戏是勾结 串通一气 还是串通 一起串气吗 串通一气 一起演戏勾结 好 这个单词叫knit 这个比较难记 这也是留学里面考的词汇 托弗亚斯同学 看一看 串8的 这个knit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还是来自我第一天 讲的一个造词规律 我说会出现 英文单词当中 造词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会出现首尾字母倒写 会出现首尾字母倒写 它其实来自wink的变形 你标语一下 是来自wink 这个单词的一个变形 wink叫什么意思 这个咱们生活当中有听过吗 它表示叫实眼色 眨眼 就是这种感觉 嗨 雪哥 嗨 美女 嗨 这位老大爷 能理解这种感觉吧 叫wink 能理解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叫什么叫一起 相互一起 叫实眼色 明白这道理了吧 实眼色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你看你给你同学 打一个眼色 就是你俩到底谁撒谎 他到底去图书馆了 还是去玩去了 去图书馆了 是这种感觉 能理解吧 那也叫做实眼色 是这种感觉 这要知道一下 这个是来自wink w和v和n 它出现了一个首尾字母倒写 所以你要看词人字典 它也会给你解释 叫nive是wink的意思 我们生活当中 常说那个眨眼 还有一个叫blink 大家注意一下 blink强调是两只眼睛眨 比如在夜店 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给你实眼色 一定是wink 听懂了吗 wink at somebody 嗨 美女 嗨 雪哥 对吧 眨一个眼 blink是两只眼 可是光太亮了 黄的 就是这种 对吧 你不能说在夜店 也给你实眼色 嗨 老大爷 找孙子来了 你孙子今天没来 没来夜店 也不行 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blink 是眨两只眼 它是通过那个瞎子去记 blind的这个单词 就晃得睁不开眼睛 是这种感觉 叫做blink 所以这个wink和blink 并还不太一样 注意一下 好 这边到这里不说了 我们继续 注意啊 knife 想想这两个勾结的词 都是共同一起 都是knife 勾结一起 好 看下面这个图 这图就能明白了 叫做什么 好了 赶紧把视频关了 表演课 论一个演员的 怎么样 自我修养 该演的时候演 不该演的时候 不要演了 第一个叫做 看这图片就能明白 说flors devastate the two areas 看到了吗 就是我说destroy destroy 简单一点的词 就是摧毁毁掉 摧毁毁掉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这是蛮常考 蛮重要的一个单词 所有考试这个词都收进来了 那它是来自于 Bingo呢 它其实来自于中间部分 这个 E A S T 它不是来自于大 就要看这个资源的解释的话 它其实是来自于waste 这个单词 waste叫什么 我们广东话来讲 我们有香港的朋友 香港 广州的朋友 was的实际上是来自于waste 就表示垃圾 就是垃圾的意思 就表示这个意思 waste都浪费 也表示垃圾 第一呢 作为前罪表加强 就是完全变成一堆废墟了 完全变成一堆废墟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毁灭或者是破坏 叫做毁灭破坏 devastate 它的形容词比较常见 就是ing devastating devastate devastating 毁灭破坏 写上就是destroy 不要写汉语意思 写上同一词就行了 好 另外还有一句单词 叫做demolish 写上啊 demolish这个词音 它也是第一开头 你把这三个账 第一放到里面 对吧 demolish表示的意思 叫做拆除 第一个就是拆掉 它的名词就是叫做demolition 最后面这个词根也会在讲 这个mol表示软的意思 soft demolition law 我们常说拆迁法 拆迁 用这个单词 第二个意思也叫做破坏 叫做demolish和devastate 又补充这两个 对不对 granted mollusk 以后再说啊 好 看这边啊 叫做devastate 巨大的 对吧 想想啊 叫做变成废墟 破坏 这叫做demolish 它的名词在写边叫做demolition 叫做拆迁 叫做拆除 第二个意思也叫做破坏 看这图片就能明白 好 看下边 记得的同学打一 忘记得打二 这是很早以前讲的 在哪儿讲过呢 在这个tumbo这儿讲过 就是tumbo down 翻跟头 tumbler 平底儿杯 杯子 讲过吧 在那个tumbo那边有讲过 跌倒 妈妈 嘟囊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呢 咱们生活当中 看是不是也有这种 这种情况 比如说西主任在前面说什么 你们家人 看看他今天穿的衣服 是吧 露个洞 自己还不知道呢 是吧 这种感觉啊 叫mambo 妈妈嘟囊 下一个叫做murmur和mutter 把这三个放到一起 murmur呢 大家就通过谐音记忆记 就是默默 默默在下边这样读呢 谐音记忆记 默默的 murmur也是第一声抱怨 是吧 第一声抱怨 没见过系主任 他投诉啊 是吧 这学费的都交了 大三大四 还没还没见过 学校领导是谁呢 是吧 院长系主任全没见过 是吧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mutter 看看他啊 mutter这个单词呢 他实际上来自哪个字 他为什么也叫做 男男自语 就是这个 他是来自静音那个词 大家遥控器上 见过这个按键吗 静音 遥控器上那个按键 看有没有见过 就是声音很低沉 也是那种 不说话 嘟嘟囔囔的 通过mute 双写词尾表动作反复 手机上也有 对对 不光是遥控器 手机上也有 mutter murmur 还有mambo mambo 这都是murm 大家你看咱们 这个我们在香港那时候 在和理活拍戏的时候 就很早以前我们叫做 默片 默剧 大家先明白了吧 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和理活拍片的时候 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都是默片嘛 那个默 你可以这样想一想 就是很沉默的 不说话 没声音 没声音的 叫做 mutter murmur 和 这个 mambo 雅句嘛 mime 对挺好的 还是这样 专八般咱们讲 雅句 pantomime murmur 好 看下篇 下一个 来我们继续看这边 第一个 写下来 nattie camped dapper spruce train rakish 写下来 这几个都可能跟整齐整结有一些关系 第一个 nattie 第二个 camped 第三个 dapper 第四个 spruce 下个 train 还有叫做 rakish 喜欢同学等等慢的 写下来 nattie 看到帅哥 小帅哥就断片了 是吧 看到 nattie camped dapper spruce train 和rakish 这些词都是形容词 我们一个人来看 第一个词叫做nattie nattie这个词表示整洁的 也知道一下 整洁而很时髦的 他一般强调的就是我们说 这种外表 他这个词跟谁是同源呢 这个词没有补上 这词可能就漏掉了 把它帮我补一下 把它帮我补上 补上 书上没有 帮我补上 把这些拍下来 没有 可以记下笔记 他这个单词跟谁是同源呢 跟这个neat这个单词 neat这个单词代言 以前有见过吗 nattie tidy都是中学初高中的词汇 neat本身也表示叫什么呢 叫做整洁 干净整洁的 干净 整洁 这个单词 就是原因变了一下 你看a变成a 但他现在这个单词 一员形容什么 形容外表 就是非常时髦 而且怎么的 而且整洁的 咱们参加舞会的时候 是不是一般也都 也都是弄得 是吧 这个 非常的 是吧 衣冠楚楚的感觉 这个叫人魔狗样 没敢说 是吧 人魔狗样 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 比如说anetti suit 非常时髦的 整洁的这种套装 都行 好 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 这咱们在前两天 专麻烦 咱们也讲了吧 kent这个单词 形容女性居多 女性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 疏离整洁 它实际上是 源于哪个词呢 源于这个词 就是com com是生活词汇 叫梳子 东北话叫木树 梳子 南方同学知道吧 早上起来不得梳头吗 女同学 你看有时候半夜12点 起床 是吧 在那个写字台前 哗哗梳头 是吧 半夜12点 梳头 这个叫com k-e-m-p 看他怎么变的 能看懂吧 c和k一样 e和o一样 po和po一样 对吧 边书头边那回忆 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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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三遍 然后上床睡觉了 书头 书得整齐 书头 书得整齐 所以女性要知道 那an camp呢 那就发现什么意思 就是 蓬头 蓬头垢面 你看有的女生 一个学习 头发不输 是吧 走在操场上 鸟都往上落 是吧 那这个叫做 蓬头垢面 就是很邋遢 能理吧 很邋遢的 很邋遢的感觉 camp and camp 如果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不通过词源 就通过保持去记也行 保持整洁 这是第二个 比较好记的方法 通过保持去记也行 好 看下边 下面这个也是 一般形容男性 我们说有指男子 衣冠处处 对不对 衣冠处处 穿得非常整洁 干净 叫做 d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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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冠处处 正齐正洁 衣冠处处 是这种非常利落 这个人穿的 这个可以叫做dapper dapper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spruce spruce这个单词 也是表示 这是一个留学里面 考过的词汇 接下来 也是指打扮 整齐 整洁 打扮 整齐 整洁 也会用到这个单词 形容词也是他 动词也是他 表示人 或者是处所都行 knit and clean 一般多只是外表 外表的 这种整洁 整齐 叫做spruce spruce 好 下一个单词 它其实跟谁呢 这次跟树 这个词是同源的 它动词表示的意思 叫做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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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修剪 所以修剪数目 trim tree trim tree 这里你可以放在修剪 织叶 修剪完了之后 整齐整洁 修剪完了之后 变得整齐整洁 是他 通过数据记 trim tree 好 最后一个单词 这个就形容我们 是这种感觉 因为它来自于Rick Rick Rick 比较浪子 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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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或者Rick 表示浪子 对不对 那就是这种浪子 非常潇洒的 我们叫做Rickish 叫做Rickish 当年咱们看 以前通龙记的时候 那种谁的 谁的那种感觉 就很潇洒 就是像阳霄 那种感觉 看过吧 左使 那种阳霄 叫做Rickish 浪子般的 你这样翻都行 很放荡的 浪子般的 Rick Rickish Rick 浪子这个单词 像浪子一样 潇洒 潇洒 好 那把这几个词 给老师过来 他们这些词 可能都跟 整齐整洁相关 咱们做了几个 一个汇总 我们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说 他这个寝室 非常的整洁 一般用哪个 叫tidy 这听过吗 还有neat 都行 外表的这种整洁 屋里的这种整洁 tidy 和neat 当然这就是 心肝念意义的 属于初中词 那都属于 那这边看 第一个单词 叫做nattie 它来自neat 回忆回忆 这本身就是整洁 所以双写词尾 还是整洁 整洁时髦的 然后这种整洁 你看 这个 这叫什么 小奶狗 还叫什么 现在是不是这个词 是这种人 可以叫小奶狗 是这种 还叫什么玩意儿 是吧 这叫做nattie 时髦而且整洁 下一个词 保持整洁 这也是形容女性 梳头 梳理整洁 下边下一个 dapper 男子 叫做衣冠 叫做衣冠 除除 对吧 整洁漂亮的 dapper 最下一个单词 叫做spruce 叫做衣着上 整洁 打扮漂亮的 trim tree 用数据记 他跟他同样 修剪树木 修剪 或trim my hair trim my hair 就是haircut 剪头发 头发剪一剪 那都行 都可以用它 那剪完之后 就变成整洁 最后一个词 叫rickish 那是rake 浪子很潇洒 潇洒的 放荡的 这样都行 放荡潇洒的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来 把这几次写 这个词根 就比较好理解吧 大家看到吗 这几个词 是不是就比较好理解 第一个 叫做 circumlocution circumlocution interlocution elocution colloquial obloquy 和eloquent 这个词根 大家能否理解呢 我写一个单词 看看能明白吗 看看 我写一个单词 看看是否能够理解 叫做 dialog 对话 对话呢 这里边肯定有一个什么行为 有什么动作来的 就是 说 对吧 对话呢 肯定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 说有关 那 log和lock 刻 刻 和roc 是不是都一样了 这刻刻 这都是一样的 quufuck 这是第一天咱们讲的 第一天咱们讲过的 好 写完了吗 这几个单词 加油 马上下课了 第一个 circumlocution 这个circum 表什么呢 绕圈 绕着圈说 所以叫 车谷的话 来回说 叫做迂回累赘的成书 叫circumlocution 这贬义的 你看有些人说话也是 翻过来 调过去 是说都一个意思 对不对 车谷的话 我们常说的 下一个叫做interlocution inter表什么意思 这个前置咱们也说过无数次了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 什么呀 between 是不是叫之间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国家国家之间 这叫做之间的谈话 之间说的话 说这个叫做对话 dialog 写方便 对话 allocation 这往哪说 意义就要向哪 向外 一个人侃侃而谈 口才特别好 你看马云 对吧 我们的马爸爸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个人一定要会说 他能把那些知识分子 把那些 顶尖级的人才给说动 就是靠这张 这张嘴 allocation 记住创业者 老大必须得会说 你不会说的话 那你想想谁跟你干的 还是要会说 叫allocation 演说 这叫之间 叫对话 演说 下一个词 这怎么说 这叫做 col 来自学的遍体 是con 共同一起 大家一起都去说 这个叫做colloquial 这个比较常用一些 大家一起都去说 叫做colloquial 比如说 我们说这种很口语化的 白话的 口语的风格 你可以叫 colloquial style 都行 口语的 或者我们所说的这种 口头口语的一些词汇 口语的一些使用 这个叫colloquial usis of the word 对吧 口语词的一些使用 比较口语化的 叫做colloquial 大家一起都去说 所有人都这么说 这要知道 就是我们说 口语的 白话的都行 很通俗的 猜想这个概念 好 下一次 这叫obloquial 这人叫诽谤 这个ob应该取什么意思 ob应该取的是相反 对不对 ob应该取相反 就是说反对你的话 说反对的话 这叫什么 叫侮辱诽谤 叫做侮辱诽谤 obloquial obloquial 好下一个单词 叫做eloquent 这还是往哪说 还是往外说 你看演讲的人 熊辩的口才好 eloquent 演讲 叫locution 那这个叫做 eloquent 叫做什么 熊辩 叫做熊辩 对 还有一个loquacious 这个其实后面 你会讲到 咱们可以放在这 先写一遍 A C I O U S 这个后税表 什么意思来的 这个后税 它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的 咱们现在说了 爱什么东西 很多什么多 所以看它叫化多的 就这意思 化多化劳 化多的饶舌的 化多的 看宿舍 有没有这样的姐妹 或者是兄弟 就是你一天累的都不行了 他又回宿舍 还跟你说 哎呦我今天怎么怎么弄的 嗯嗯嗯嗯 把他还在那说 你看你是不是这样 人别人都没怎么搭话 你就不要继续玩 说了 然后那把人烦死了 叫做 circumlocution circumlocution 好 我们来看这一组词 这组词 看看都跟什么有关 infuriate 看一看这组词 infuriate fury 还有furious 没事 没事愿意听 愿意听就好 对不对 难得的指引 就是 就是angry 你看这图片就能看不到 这人活了 是吧 好 那他表示我们所说这个激怒的词 咱们做一些补充 做一些补充 第一个叫做range 第二个outrage 第三个 irritate rankle royal incense incense 这中文在第二阴节 incense exasperate exasperate 下一单词叫做vax inside 这俩有点区别 然后这俩有点区别 他讲的是机器 煽动一个人 机器煽动 inside和foment 比较多 写完的同学读一读 infuriate furiate 你边写边可以读读 我反复给你读三遍 furious 这是rage outrage irritate rankle royal incense 注意在第二阴节 incense exasperate exasperate 下一词叫vax inside 和foment 写英文就行 英文 然后这边都动词了 你看一眼就知道 你看 下面这几个都是动词 上面两个 这是名词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单词 这些词就是get angry 就生气 生气相关 这三个是一组的 大家能看出来不 这三个是一组的 能看出来吧 先记中间是名词 那名词呢 动词的话 in开头动词表什么 ate结尾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造词结构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造词规律 in开头 ate结尾 那这里面这个in一般都比较加强 他都是比较加强的 所以你看叫使愤怒 这叫激怒 使你愤怒 就是激怒 furious叫做愤怒的 那这怎么去记它呢 记中间名词 就是fire 看他跟他同言 从他到他能看懂怎么变的吧 看 you跟i是一样的吗 就原因变化了 咱们现在又跟哥火了 跟哥火了 能解吧 咱们中学的时候 他班主任 张老师火了 这就是狂怒 狂怒 咱们看过速度与激情看过吧 fast and furious 生气的会叫激烈的都行 生气的激烈的 所以这个fury 旁边写上fire 然后把这三个当中一起看 愤怒 愤怒的 就是使愤怒 叫激怒 叫做激怒 好 我们进行往前来看这边的词 速度与激情 看过 那时候我去古巴的时候 还特意去看看 拍苏巴那地儿 特意看了 就是还挺激动的还是 好好看这边第一个 叫做rage和outrage 这俩是不是一组的 你看 前面加个outrage叫做暴怒 那暴怒发泄出来 还是暴怒 他这个形容词一般用的比较多 叫outrageous 这个形容词 用的一般比较多 叫做outrageous outrageous 我们常说叫做暴怒的 或者我们翻译成叫做 叫什么 叫做令人发指的 极过分的 比如当你听到一些人 打砸抢的时候 outrageous behaviors 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就要令人愤怒的 暴怒的都行 rage outrage 好 看下边这几个 这几个呢 基本都是动词了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这个单词 叫做ranco 这稍等一点 ranco ranco 这个是托福里面的 一个词汇 那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也有表示叫做 激怒 那也有这样的一层意思 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感觉 那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愤怒呢 你看他的造词 re是前缀 中间部门其实影射的是谁 我这样写出来能看懂了吧 然后再加上re re是动词后缀吧 re是后缀 前缀加上这个核心词之后呢 原因出现两个 所以降级去掉了一个 看到吗 原因去掉了一个 就再一次 re anger re anger re anger 看到了吗 中间就是anger 可歌发生了变形 就这样组成了一个词 它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单词 它跟脚踝没有关系 不要想ankle 你想到脚踝 可能意思连不上去 它实际上就是anger的变形 再一次生气 其实还是叫做是愤怒 或者是耿耿于怀 对吧 你这样看都行 叫做ranco or with somebody 记住了吗 ranco with somebody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叫做royal royal这个单词呢 大家通过水击 通过oil去击 把一锅油都搅开了 那是吧 火上浇油的感觉 r你可以想想fire 火上浇油 通过一个联想记了 火上浇油也是激怒 或者是煽动 读一下royal 惹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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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上浇油 也叫做激怒的意思 惹怒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cense 这个单词呢 咱们如果学什么佛学专业的 知道一下 它表示寺庙烧的香 叫incense 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北京 去那优和宫 你就能看见 它写的就是incense 净香 放香还不能放香 那它作为动词来讲 注意在第二个音节 叫incense 它跟谁其实同源呢 跟那个刺激那个词 大家看有没有见过它 叫incentive 见过这个单词吗 这是考研里的词 四六级也已经有了 你看它来 谁和谁的变形 s跟t 没被我能力先记 后边这个词 叫做刺激 没有什么刺激 里边有哪个词 是不是有个钱呢 用钱去刺激大家 比如大家现在觉得很累了 来 每人发30块钱 赶快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用钱去刺激大家 通过sense去记 incentive incentive 这里边incense就是它的一个变化 一个是刺激 不断刺激别人 最后给它激怒 叫做激怒 incense incentive 刺激激怒 这俩放到一起 激怒 好 请续往来看下边 下面这个单词叫vax vax vax六级里就已经考了 六级里面属于比较冷门的词汇 叫激怒的意思 这个单词代词通过一个联想 ex 想想前任 有五个前任 谈恋爱的时候 你以前交没交过男朋友 你说没交过 后来发现日记本里写的 加以鼎鼎 全写出来了 有五个前任 叫做激怒 v加个x vax 五个前任叫做激怒 激怒 看一下啊这几个啊 中间这两个这两个稍微难记一点啊 这个叫做exasperate 读一读啊 叫做exasperate 第一个叫激怒 第二个叫恶化 他实际上跟谁可以放到一起去记呢 跟这个单词 大家看有没有背过他 叫做deteriorate 只要是上过考神四六级的课的话 这词咱们在四六级完全讲过 哎 他是一个所有考试的通考 也是从四级到托弗亚斯 到考研到 GRE到所有的考试都有这个词 叫恶化吧 这两个可以放到一块 叫做deteriorate exasperate deteriorate exasperate 放到一起啊 他同一词啊 都表示有这个恶化这个层含义啊 那还有第二个意思就叫做激怒啊 这两点放到一起 局势恶化了 激怒了啊 exasperate啊 好 这个irritate啊 这个词也是在国内考试就已经出现了 国内到国外都有啊 那他其实中间部分是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于 这个raise 摩擦这个词根 擦摩擦这个词根 大家学过一个词叫eraser听过吗 eraser听过那个词吗 橡皮擦吗 就两个人产生摩擦 I加福音双鞋比较加强 加强去产生摩擦 这叫做激怒 橡皮擦个擦 橡皮擦个擦 这个知道一下 加强产生摩擦 也叫做激怒的意思 这一组词还是有点难度的 还是有点难度 先记这个词来读一下 inferiate 使发火 使愤怒 rankle 看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想 anger 对吧 激怒 是耿耿于怀 royal 火上浇油 oil 加一个火 fire 火上浇油 激怒 incent 但是想想刺激 incent 不但刺激一个人 就把他激怒了 五个前任激怒 激怒 exasperate 这个比较难激 叫做恶化 也是激怒恶化的意思 前面这个单词 叫做irritate 也是激怒 都是动词 上面这两个是名词 最后两个词 它发现了什么叫做 煽动激起 像是激起某种情绪 激起某人 煽动某人去做某事 这两个词这么去使用 看一下 叫做insight和formant 这个单词通过谁去记 他通过激动去记 看他通过他去记 这俩是一个向里 一个向外 看出来了吧 一个叫做insight 一个叫做excite 但他俩注意 不是反义词 你看一个是往外喊 就是你走在马路 看着周杰伦 你会往外喊出来 就是激动 insight对里面人说 在内部人 去说这个事 就煽动大家去做 我们早前背过一个单词 这个词是哪个词来 叫他叫做agitate 大家还记得他吧 这个也叫煽动 讲ag这个词根的时候 他俩同意 agitate insight formant也是这个意思 叫做什么呢 叫做 激起 激起煽动的意思 这个词根以后再展开 FER本身表示的意思是沸腾 不是说错了 是跟那个煮沸 燃烧相关 表示沸腾 写一下 FER FERV 这个词根原形 是FERV 是跟发热煮沸 有一些关系 发热煮沸 这有一些关系 你看一下啊 boil或者是burn这个概念啊 就是想像是 让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沸腾起来了 这是来自他的一个变形 这个以后会再讲一次 会再讲一次的 有点印象就行了啊 好了这篇的词儿确实有点多啊 我们回顾一下 然后休息 休息一下啊 来 这一子词看还能不能想起来啊 这个词根 Spire这个词根 是Spirit想想 跟那个精气神有关 一个人有气啊 一起喘气叫串通一气勾结 串通一气勾结啊 Spire加强呼吸 这个渴望 呼出这口气 这叫做断气 到气断气啊 每一个毛孔都呼吸透了 像咱们洗澡的时候都透气了啊 这叫什么呢 叫做出汗 再次呼吸还是呼吸 向下呼吸是叹气 叹气啊 Transpire 从这边呼到这边就泄露 相互之间识颜色 啊 是这种感觉啊 叫做勾结串通 还有Collude 一起演戏还是勾结啊 Devastate 看这个图片能明白 看这些东西都变成垃圾废墟了 Waste 变成一堆垃圾了 叫做摧毁 破坏 摧毁破坏啊 Demolish也是这个意思 破坏会叫拆除 Mumble是Do呢 默默的说 Murmur 你看你看你看 这种感觉 啊 私下抱怨 Mutter也是这个意思 啊 来自于Mute 静音这个词 啊 来自静音这个男词啊 好这边第一个Nattie 来自于Nit 这次词都跟什么有关 它都跟整洁 整齐有关 啊 Nit 双写词尾了 还是整洁 形容整洁而时髦的啊 Campton 想一想 它是来自于梳子 木树这个男词 Comb这个男词啊 就是梳理整洁 Deper是衣冠楚楚的啊 看看啊 Deper Spruce 还是啊 一桌整洁的 Trim Trip 修剪 树木 修剪 树木 修剪完了之后 还是整洁 Rake 是Rake 啊 表示的意思叫做浪子的特点啊 叫放荡的 或者我们叫做潇洒 很潇洒放荡就行啊 潇洒放荡的啊 下一个啊 这是跟说话有关这一组 绕着圈说 就叫迂回的说 迂回累赘的陈述 相互之间叫做对话 之间的话啊 叫对话 说出来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演说 对吧 演讲演说 大家一起都说的就是口语的 很白话的啊 很口语化 很白话的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说反话是诽谤 OB想一想啊 反对你的话诽谤 说出来还是 像一个人演讲的特点叫做 口才好 Eloquent 口才好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我们再说 三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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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eptical 表示怀疑 这个其实也是所有考试的通考词 看以前有没有见过 叫做doubtful或 suspicious skeptic就是要怀疑主义者 那英式的写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英式的写法就是C K变成C 但读音上都一样 skeptic 所以考雅思的看看这词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看这就表示怀疑 叫做skeptical skeptic skeptical skeptic 怀疑的怀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同一词 它这个词从技法上来说 就通过保持去集 咱们常说 对这事我有保留 这个事我有保留 那个事我也有保留 就是还是不相信 怀疑主义者 怀疑的 它名词就是叫个 ISM skepticism 这是考研当中 也是一个重点 非常重要的词汇 那下面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怀疑 它是什么叫怀疑呢 来自于CRED这个词 credit这个词 表示跟相信有关 叫believe 咱们学过信用卡 怎么说 不用硬背 信用卡叫credit 是不是跟相信有关 credible可信 incredible难以置信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还是跟相信有关 in表示什么 in在此处就表示疯 in在此处表示疯 就是不相信 叫怀疑 不相信 这就是怀疑的 叫incredulous incredulous 下一个单词叫dubius dubius这个单词呢 前半部分很明显 它影射的就是谁 大家看有学过它吧 叫做doubt 对不对 dubius前面影射的 其实就是这个单词 叫做doubt 所以也是表示怀疑 怀疑的 就很可疑 对不对 可疑的 比如说 对于这个整个的想法 持一个怀疑态度 这个叫做 i was dubious about i was dubious about the whole idea 能解决吧 be dubious about 就是它的用法 i was dubious about about this idea 好 看最后一个单词 叫paranoia paranoia 这个单词呢 表示叫做偏执狂 就是我们所谓的 做多疑症 总觉得别人要害你 明白了吧 这种 这种怀疑 我们叫做paranoia 就是你看这个 以前那些古代君王 有些人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被害妄想症 就差不多 那名词呢 叫做paranoia 名词就是ia结尾 曹操是吧 paranoia 就是名词 多疑 或者我们叫做 偏知狂 多疑偏知狂 这个单词呢 para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表示叫做 旁边的辅助的 旁边 或者我们叫做辅助 辅助的 那后半部分 这个noid 实际上它映射的是谁 标注一下 它实际上映射的是 mind这个词的变形 noid 就是mind 就是m和m 笔符音之间 发生变形 说过吧 mn 是不是行进字母 互换了 行进字母之间的 一个互换 就是想 总是有辅助的想法 总是有别的想法 它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那样的吗 这是那样的吗 总是有别的 所以这人 有的时候过分猜忌 过分猜疑 paranoid 就把这几个怀疑的词 我们再放在一起 再看一下 那这个肯定是 特别特别重要的词 如果是第一次背的话 一定要知道 因为它所有考试里 它都是重点 任何考试 skeptical skeptic 怀疑主义的 怀疑的 下一个叫 incredulous 叫不相信 怀疑 dubious 脑子里想谁 看这三个字母 想doubt 刻意去记 doubt dubious 怀疑 最后一个词叫做 paranoid 过分猜疑的 或者我们叫偏直狂 背后很热啊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啊 这些词 这种词也比较多 来动作写一些啊 第一个叫做propensity propensity 第二个pensive ponderous preponderant ponderous preponderant pensive ponder suspend impend append recompense 这等一下还有考验课啊 是 对我的行踪 了如指掌 是吧 好 写完之后打一下一啊 pens和pens作为词根 有三个意思啊 第一个是跟重量有 第二个花费 第三个是悬挂 三层含义 三层含义 没有办法 生活啊 就得妥协啊 你不爱上也得上 对吧 你要吃喝拉撒 你也得 就是你一份工作 虽然我这都已经讲过了 说上百遍有点夸张 但也差不多了 他没办法啊 所以当你不爱背单词的时候 你想想我 我做的也是重复的工作 也是啊 都一样啊 好选了吗 叫 propensity pensive ponderant ponderous preponderant 下一个呢 叫做ponder suspend impend append 还有recompense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propensity这个单词 来看一下它的用法 首先 propensity表示的意思就是 我们说tendency 听过这个词吧 这个词听过吗 基础词汇 见过这个词吗 见过这个单词吗 tendency 这都见过啊 倾向 因为它这个词是初中词啊 就tend to do嘛 初中或高中的词汇了 倾向于做某事 倾向啊 propensity跟它一样啊 那它这个词呢 用法呢 后边一边会接for something 或接谁呢 接字是啊 这个to do都行 for something啊 或者是接to do都行 have propensity have a propensity for something 比如说这种暴力倾向 你可以用这个词来翻就行了 叫做什么 叫做propensity a propensity for violence 明白了吗 a propensity for violence 有这种暴力 大家都看过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 那个戏也有点久远啊 那时候估计你们自己 就是四五岁 是吧 那叫做什么呢 叫做暴力倾向 好 那我先解释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词根啊 pants和pants的第一个意思 是跟重量有关 它为什么跟重量有关呢 不用硬背 看看这个词 有没有见过它 把它写旁边 pound pound的表 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跟一磅两磅的棒啊 对不对 一磅两磅是中间三磅五磅 哎 是跟重量相关 对不对 哎 它是跟重量 一磅两磅的棒是跟重量相关啊 第二个这个pound还有什么意思 不叫做英磅 英磅的棒 所以第二个是跟钱相关 第一个是重量 第二个是钱啊 第三个引申为叫悬挂 你想那个砝码那些东西 秤砣的东西 一磅两磅 那个那个砝码挂起来的 悬挂 费用 成本啊 或者表示跟重量相关 所以你看这是向哪啊 什么叫倾向 叫做向前 偏重 是不是跟重量有关吗 你向哪方面偏重 比如向暴力这方向偏重 那就是有暴力倾向 比如你向懒惰 你是懒惰的倾向 你向什么方面偏重 就是有什么倾向 听到了吗 这个词他得造成 propensity ity是名词后缀 ity是名词后缀了啊 好 看下边啊 下一个单词叫做pensive 多说些一些啊 pensive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沉思悲伤 什么叫悲伤 悲伤是什么重 写三个字 他的解释就是什么重啊 什么重对啊 心情重 心情非常沉重 所以叫做悲伤哀伤的 比如说pensive mood 造一个短语就明白了 啊 就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情 对吧 看起来很悲伤 看起来很忧伤 look pensive she looked pensive she looks pensive 看起来啊 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今天又上万次版了 每次上万次版啊 都是抑郁程度啊 加深一额 然后叫心情重啊 心情很沉重啊 悲伤沉死 下一个词 这单词它通过谐音记忆记 它还是来自于重量的意思 都是曲子重量 这第一层含义啊 胖得要死 你看是不是 胖得要死 ponderous 对不对 ponderous啊 想想它 胖得要死 叫做笨重的 你看有的同学200斤 那有的同学更胖的 一条腿就200斤 这叫做笨重 太胖了 太胖了 好 下一个三词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词 叫preponderant 这个好像在我们前面 是不是给大家提到过一次 讲同一词的 是不是提到了他 叫predominant 这个好像是不是提过 好像啊 当时讲这个词 就是他的同一词吗 对不对 是一个主要群体 叫preponderant group preponderant group 用这个词啊 这个heavy差不多啊 占主要的主导的啊 简单一点 最简单的词啊 初中词解采就是main main 一个主要的部分 占优势占主导的 那这个也是你看 叫做占有最前比重的 重量比重啊 这个比重是在最前面的位置的 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 现在的谁的粉丝最多 易烊千玺 是吧 在在22岁以下的偶像团 偶像演员当中 对吧 这个叫他占到了最前面的比重 对不对 这个叫做preponderant 对不对 preponderant 在最前面的比重 占优势占主导 占优势占主导的 大家要加油啊 很有可能 我都说了 易烊千玺 王俊凯就在我们班庭课呢 王有儿现在在美国 那肯定啊 也得提高词货量吧 所以 没准也在这上班词班呢 这都很有可能 你们都给偶像蒸蒸气 听到了吗 真的 这都很有可能 都要给自己的偶像蒸蒸气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ponder ponder这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仔细考虑 这个单词呢 后面要注意接over一般 仔细考虑什么东西 ponder over something 对不对 它还是取自重量 er表示什么意思 er表示动作的反复 er表示动作的反复 就是反复掂量 记住老师的解释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 你爸是不是也经常会说 你掂量掂量吧 你掂量掂量吧 到底是上班词班 还是去打游戏 就现在反复掂量掂量重量 这都是跟重量相关 有重量的意思的一个隐身 叫仔细考虑 我掂量掂量 还是打游戏比较好 是吧 仔细考虑 仔细考虑ponder over ponder over 咱们都是明星 胡歌挺好 有胡歌 有异扬千玺 还有王源都都来了 还有肖战 挺好的 来有没有女明星 有没有女明星 王俊凯 哈哈哈哈 刘德华也来了 没有女明星 女明星词物量都天生的大 是吧 迪力热巴 鼓励纳扎 嘻嘻哈哈 全来了 加一个叫做suspend suspend impend和append 放在一起 这个pand是跟什么有关 它是跟悬挂有关 大家以前看看 看它有没有印象 叫depend depend on 大家明天都可以把名字改成明星 你的偶像的名字 这样我叫起来 让我也会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 掌握整个娱乐圈 明天把名字都改成明星 depend on 你看这个依靠就挂在你上面 我这辈子我就挂靠你身上了 我就挂靠在你 你的生活当中了 是吧 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是挂在哪 挂在下面 所以它有一个什么意思 叫做悬挂 大家现在抬头 看那吊灯 抬头 我现在抬头看吊灯 看到了吗 挂在天花板下面 是这种感觉吧 倒挂在下面 这个叫做suspend 悬挂 但考试当中也是为什么意思 叫做终止暂停 比如说 license suspension 这是考研当中考的 license suspension 这就是我们发现 什么东西被暂停了 执照 吊销执照 对不对 吊销执照 吊销执照 别忘了它 挂在下面 悬挂 暂停 终止 它也可以表示工作的暂停 比如说现在活不忙 你先回家吧 下岗了 是吧 用它也行 好 再一个词 impend 叫即将发生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吧 记得的打1 忘记的打2 我让你记得个短语 叫 imminent disaster impending imminent 来自于突出那个词根吧 imminent 然后impending 当时给大家说了 这事你看挂着呢 旋着呢 这叫即将发生 没落地呢 fault coming 非常好啊 不错 你看 这种上完 让人看完之后 你也愉悦 我也愉悦 imminent impend 即将发生 will happen will occur 最后是append 加强挂一个 挂一个砝码 这叫增加附加 我们书后面往往会有一个东西叫附录 看过这个词吗 蓝维也他 附录 书最后讲 最后会有一个什么 附录 appendix 就是附加的东西 增加附加 append 就是add 记不住 就想像add 这三个是一组 挂在下面是悬挂 讲一遍 挂在下面悬挂 加强挂的即将发生 挂在理心里面 坠在心里的 即将发生 加强挂 这叫做增加附加 好 最后一个词 这也是跟成本费用有关 recompense 看看他 后半截他就映射的是谁 看他后半截 他叫弥补补偿 用什么弥补 用钱啊 肯定取的是谁 说根根的弥补我 刚才那眨眼 给我吓哭了都 用钱弥补 一会咱们再发30块钱 是吧 这就是再一次 re再一次补偿 所以意思没变 叫recompense 读一读 recompense recompense 好了 那这一组词 到这里不说了 讲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同一词 看看同一词 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高中和四级的词汇 这两个词都认识吗 tendency to do inclination to do 多见吗 incline to do something 倾向喜好 都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下边 万词般的第一个单词 叫做pentent 这个词要第二个读研读成pension 这是一个留学考过的词汇 pension或pension 叫做爱好 嗜好 它一般强调什么样的概念 它同一词强调这个概念 就是fondness 其实就是你一个人的hobby 我说清楚了吗 这法语词 对 它其实就是强调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hobby fondness 你的一个种喜好 爱好 是这个表达 它后面一般会借词 for pension for pension for 都行 比如说 那他这个 嗜好 他特别喜欢喝酒 对不对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 she has a pension for 没有 champagne 对不对 叫做 他喜欢喝香槟 那他喜欢干嘛干嘛 一般会借的是 for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就知道一下 好 然后看一下边下一个词叫做predilection predilection 这个单词呢 也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偏好或者是嗜好 偏好 后面也是接的谁 接的是for for也是接啊 for something 一般也是这样去使用 这个单词为什么也叫做一种偏好爱好 就是prefer的感觉 那对吧 prefer的感觉 lekt这个词件是跟选择有关 大家已经听过吗 elect select 选举那个词都听过吧 di呢 作为前职就是分开 你看 一个是牛肉 一个是羊肉 分开选择了前面的一个 这就是一种偏爱 给刚才老师解释了 他的同义词就是谁 是prefer啊 就是like嘛 这种喜好 favor挺好 就这个意思 选择了两个当中 分开两个当中 把两个分开 那选择了其中的一个 前面那个 这叫做喜爱偏爱 喜爱偏爱 读一读啊 叫pre-delection pre-delection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pre-disposition pre-disposition 它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倾向 叫做倾向 它后面一般会接谁 接to do 或者接to something 这个to作为借词 或作为不定是to都行 叫做pre-disposition pre-disposition 一般会接to接的比较多一些 它来自于谁呢 也是名词 也是名词 那这要注意 它接谁 它是来自于这个disposition 这个单词 disposition表示一个人的性格性情 就是到底是温顺的 还是暴力的 性格性情 我们叫做disposition 那就是向前的一个性情性格 这一家腿呢 叫做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或者是叫做一种脾性都行 这样翻都可以 比如说 叫做什么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liver disease 那你把叫做 a genetic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liver disease 就是这种异患肝病的 对吧 极其在遗传的 有一种遗传的倾向 对于什么呢 异患肝病 就容易有个什么什么样的一种倾向 to do和to something都行 对啊 它第一个接动词的话 接to do 接名词就直接接to something 它接 这个to作为 作为不定式to和作为借词to都行 作为借词的时候 后面就接名词就完了 一般强调的是某种行为方式 大家一看它的区别 看出来了吗 前面这两个一般强调的是一种 howby和like 看着它的区别 而这个呢 更多的倾向于是 倾向于做某种事情 或倾向于某种特质 一般会用这个词 一般患病的倾向 学学医的东西也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咱们以后会讲到小病 叫indisposition 患病的倾向一般应用它 比如说特别容易得癌症 这叫做 a predisposition to cancer 它像这个概念 它是一点不太一样的 这两个呢 更多的强调是一种爱好 比如说爱好吃 爱好跑车 爱好去爱好 那一般用这样的词 但这一边强调的是 倾向于某种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 好 那最后一个词叫percalivity 这个呢 一般表示贬义的 就是不好的 倾向嗜好 一般会用它 叫做percalivity 要注意一下 它一般强调多指坏事 不好的这种倾向癖好 比如它有这种什么 犯罪倾向 你可以叫做criminal 还是向前倾 看到了吗 向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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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向前的 tendency, inclination, penchant 下边叫做predisposition 下边下一个叫做percalivity percalivity也是写for,for something 一般会用的比较多 percalivity for spending 对吧 就是有这种 总是有这种花钱的倾向 特别爱花钱 形容是一个不好的 不好的倾向 好了 那这一次到这里就不说了 有一个还有一个倾向叫什么呢 叫做orientation 大家知道倾向 你看它全都是propre开头 倾向一定是向前 对吧 orientation这个词 它表什么 就是我们说入学的这个 刚适应周 用这个单词 但大家还可以表示三个倾向 标注一下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religious叫什么倾向 religious叫什么倾向 宗教倾向 宗教倾向 第二个就是political 这是跟它固定搭配的 political这是什么倾向 政治倾向 第三个就是sex sex orientation 性取向 宗教倾向 政治倾向和性取向 这个时候一般会用orientation这个单词 orientation 就是找到方向 是吧 找到方向 那个oriental 想像东方那个单词 好 那这次比较难 咱们再过一遍 第一个pentent 嗜好喜好 predilection 这是偏好 有这样的一种偏好 disposition predisposition 性情 向前的性情 这还是向前情 都是倾向 书上这个单词叫什么 叫做propensity 向前偏重的 对吧 也叫什么呢 叫做倾向喜好 倾向喜好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incorpate 对不对 这两个词是咱们都讲过了 没缺欧客的同学回忆回忆 这两个词之前是讲过的 我之前在给大家讲证明某人无罪 有罪没罪的时候说过 先把这个词根写下来吧 大家也是一起去指责它 对吧 也是一起去指责它的感觉 靠不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意思就是跟罪有关 跟罪 叫做guilt 所以你看一个叫进到罪里 叫归罪 ex从罪里出来 是不是向外 摆脱罪行 这叫证明无罪 之前讲的是哪个词 讲的是这个词 叫exonerate 我说压在你身上的罪行 如是重负卸下来 也叫证明某人无罪 两个人想起来 然后再读一遍 incorpate和excorpate 这个词根是跟犯罪有关 一个是归罪 一个是脱罪 证明有罪是进到罪里 这是无罪 下一个最单词 你还是取这个词根本 这个比较好记 罪 什么有罪 他 他有罪 这他是谁 罪犯 罪犯 最后一个词 capable able是能吗 能犯罪的 对吧 叫做有罪 第二个叫做应受谴责 就有罪的人 应当受一些罪 这叫做应受谴责 他应当受罪 叫应受谴责的 把这四个词放到一起 第一个叫归罪 证明有罪 证明无罪 罪犯 应该受罪 记住老师的解释 就是应该受到谴责 或者是有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同意词和反译词 第一个acquit 这两个词用法相同 somebody of something somebody of somebody of 那第一个叫做宣告某人无罪 他通过谁 通过退出去记 比如说 这个法官宣判他 谋杀罪不成立 没有犯谋杀罪 你可以叫the judge 对不对 acquitted him of murder 看到他怎么用了吧 somebody 宣告某人没有犯什么什么罪 那这个convict这样相反 就表示宣告某人有罪 就这个像是想法了 就写法 一个是宣告无罪 acquit 退出罪行 记住老子的解 通过退去记 从罪里退出来了 宣告他无罪 而convict呢 是vict这个词根 以后也会提到 他这个词根是跟征服有关 是跟征服有关 咱们学过胜利怎么说 victor 听过这个词吧 这个词根比较好理解 像胜利 victor victory 对不对 征服一个人在罪行面前 比如说convict him of murder 征服他在谋杀面前 那其实就是证明某人有罪 这两个不要混淆 再次提醒大家 退出停止 停止指控 你这样想 停止或者是退出都行 那这就是 停止退出了 使他在一个罪行当中 那这个叫做无罪 而这个正好相反 征服一个人在罪行面前 这是有罪 对吧 征服一个人是有罪和无罪 这是罪犯 有罪得 这是证明无罪 证明有罪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不往下压堂了 因为马上还有一个考验班的课 老规矩 大家一会儿 十点前来第一遍 今天的词也是有点难度 因为它都比较多 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第二个呢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明天早上七点 这两遍特别重要 这两遍是特别重要的 你们听见了吗 给自己讲 你要觉得压力比较大 你看一下回放也好 或根据笔记自己讲一遍 它来自于哪个词根 有个别的词没有记法 比如说像dapper 它没有展开词根 没解释 有的人可能想到尿布 尿布师 对不对 尿布去记 尿片 diap 对吧 有可能有些词会稍微难一点 但大家还是 我不要求你把所有词都记下来 如果在明天早上起来 大家能记得85%到90%就好了 明白了吗 明天早上起来 你第二次测试的时候 85%到90%就好了 所以今天晚上要认证看一下 然后明天再来看 明天17点的时候 我们再看第三遍 好吧 OK 那就这样聊 明天没有万次班的课 所以6号要求同学们 将13和14 11 12 13 14 把这四节课 明天晚上有假坤的是吧 那把11 12 13 14 白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自己去复习复习 就是周日的两节课 加上周一和周二的 听清了吗 把这些内容好好看一看 一定要记住 明天是6号 需要同学们 把11 12 13 14的内容 再讲一遍去整理整理 刚刚报名的同学 一定要去干嘛 要去 听第一节课 把前面的课补一下 特别是第一节课 咱们说怎么记笔记了 另外进微信群的话 大家进这个群 就是取根113 加这个个人微信 加这个个人微信 著名取根万次班 加上你的手机尾号 后四位 如果刚报名的同学 加这个个人微信 然后到时候会拉你进群 会拉你进群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一定要加油 前面不能忘得差不多 如果你忘得差不多 就要迅速再重听 两倍的速度再听 对着笔记再重来一遍 一定要加油 等我们这34节课上完之后 你怎么也得说 记住个百分之七八十 结束之后记住百分之七八十 寒假再看录播 再来一遍 就到百分之八九十 前面千万别放松 你一放松最后全放没了 那就得重来了 咬牙挺住 就是这一个月 就这一个月 好了 那我们等到这个周几再见 周五再见 周四再见 周四有课 周四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